用人为财,不分党派 这一点从我过去担任桃园县长到新北市长 我的团队里面来自各方各地 从来也没有考量他的党派 公务员必须要与尊重 绝对不可以把公务员当作自己的筹码 大家都会看到今天所谓民进党已经鹰派革新 大概有70位的团队 这是蔡主席跟社会大众所介绍的 但是很多人都跟宋主席一样心有同感 事实上就是扁团队回来了 不要一天到晚羞辱公务员 公务员不是都是支持国民党 但是民进党长期以来以侮辱公务员 羞辱公务员 尤其骂公务员的这些年金退休金为乐 在16年前我们初次执政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第一次执政 经验或许不够充足 跟文官体系也没有共事的经验 所以在那一段期间我们很努力 我们也很辛勤地在跟我们文官体系做接轨的工作 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也就是说朱主席你不要忘了 你也是马团队的一员 在马团队的执政里面的贪腐的问题 不尊重文官的问题 利用国家的机器打压政敌的问题 恐怕比起我们在执政的时候 有过之而不及 所以我相信我们新的团队 有新的人才的培育 是一个很整齐的团队 我们在执政中